台商子女在大陆求学现在也要被洗脑吗 在上海的台商子弟学校被抨击 校哥的歌词里头竟然出现了 随着爸妈奔向祖国的字眼 立委炮轰就是在宣扬统一思想 要求教育部停止对这间学校进行补助 但学校的校哥却写着 我出生台湾岛 随着爸妈奔向祖国落脚上海 还说我爱我的故乡 我爱我的祖国 这祖国两个字字演得不得了 扭曲国家认同 你们要不要管 是要大统思想吗 统独思想吗 退休校长张培芳 张校长担任董事长来做的词 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善 我们要求教育部 需要减少或停止对他们的补助